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我們的光學擱置機 我們這次呢因為我們疫情關係 所以大家都要戴上我們的口罩 那我們這次有不一樣的設備 是我們需要介紹的是我們A3電動冷熱表機 以往我們用手動的方式來快的許多 我們這次呢來做一些我們防疫需要的一些貼紙吧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我們的光學擱置機 以及我們需要一台彩色印表機 跟我們一台A3電動冷熱表機 還有我們一台電腦喔 那我們等一下就開始介紹我們的設備以及使用方式吧 好我們所需要的耗材 基本上我們要準備好印製的貼紙的耗材 就是我們坑墨貼紙 然後再來我們這個冷表機上的模 已經附上裝上去了 這是我們要上亮模的表模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擱置電 我們在做擱置機的時候需要墊的擱置電 這要做的是我們一些防疫貼紙 就是一些出門戴口罩啊 然後定期消毒的一些環境貼紙 可以貼在我們的家中啊 或是我們一些場所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我們圖檔轉存完之後 我們再到我們的擱置機的軟體 把圖片導入進來 圖片導入 然後我們再經由我們的擱置機 可以自動去對位功能 還有尋邊的功能 所以這次呢我雖然是做圓形的 我也不需要去做外框線的部分 我們只需要讓它自動追蹤 追蹤完成之後呢 它會形成它需要去切割的圓形的地方 那如果我這些圖是不規則曲線 它只要圖擋著解析度夠高300ppi以上 它都可以去追蹤到我們的外框喔 好我們印刷完了 我們要過我們的冷熱錶機 因為我們如果直接去做切割的話 是沒有防水功能的喔 那我們如果經過我們冷熱錶機 這樣子就會有防水的功能喔 經過我們冷錶機錶過膜之後 我們上的是很均勻的 不像我們用手動冷錶機的方式 它是會有一些皺褶啊 或者是被壓力不均的問題這樣子 好我們只需將我們紅光呢 對準我們這個定位點 對準完成後 再到我們的電腦上做劣歌 然後它就開始自動掃描 好它切割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撕下來 你看它切的時候 它是只有切到半段 沒有把這個底也切斷 因為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方便我們撕除 然後它切的是非常的完整 基本上它是不太會有誤差的 對準完成後 對準完成後